巷弄里一名女子快步走过 看起来慌慌张张 但仔细看她双手环抱着东西 其实是一名小婴儿 不过没多久 另外一只镜头拍下她的身影 手上的东西消失了 变成一瓶矿泉水 小婴儿不见了 我靠山去哪 我本来要出来哭 我是故意说 我故意说我们对面有一个小孙子 当时婴儿哭声相当大 他吓坏附近左邻右舍 还发现他根本没有足月 只有两周大用外套盖着 怎么会有人把自己亲身骨肉 丢在大楼楼梯间 因为我觉得说你小孩子 你要生你就养 不生你就送育肉院就好了 你没有必要把他丢在这边 警方调查这名20岁的装姓女子 在手机交往网站上 认识了一名网友 两人热恋三个月后 对方就提出分手 随后音讯全无 但没想到他已经怀有身孕 没能力抚养不敢告诉家人 20号晚间经过台北市一处大楼旁 看到大门没关 就把小孩丢弃在楼梯间 他也是蛮后悔的 但是真的是表示 没有办法再独立抚养那个孩子 所以就是冷痛之下 还是做一个弃养的动作 然后后续再由那个社会局的部分 来协同做一个安置 警方调阅监视器又找了五家医院 最后终于在新北市三重 找到女婴的母亲 虽然他感到懊悔 最后还是被一弃音罪法办 也好险邻居发现得快 否则女婴的性命差一点 就断送在自己母亲手里 记得黄教育交易术台北报道